今年清明受到疫情影響 除了監測一般外出和聚餐 一大班人去拜山也不太建議 而政府就提議市民可以使用無盡思念網站 進行網上拜祭 現在就為大家簡單講解一下 如何使用這個網站或者手機APP 首先入到主頁面 如果你未有帳戶可以點擊註冊 輸入電郵和細月條款之後 可以點擊知識並同意 再按繼續 來到下一頁 你就可以輸入你的姓名姓別 年齡組別等等的資料 然後再設立密碼 完成之後 系統就會發送一個確認電郵 他們的電子郵箱 打開郵件之後 點擊裡面的連結就完成註冊了 完成註冊之後 就可以為先人設立紀念網頁 需要輸入的資料包括 先人的姓名、性別、使用的服務類別 包括火化、土葬、安放、殺放和暫存骨灰 然後再輸入安放年份 再按儲存 就成功建立紀念網頁 建立紀念網頁之後 可以更詳細填寫先人的資料 例如先年的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官籍和生平簡歷等等 而前來進行網上拜籍的親友們 也可以在熱面留言悼念 更可以上載相片和影片到紀念網頁 此外,版主也可以編輯網頁的外觀 例如選擇相框、背景顏色和文字顏色 無盡思念網站佈及到網頁的私人性 在設定時,版主可以將頁面設定為私人網頁 若果設定為私人網頁 訪客就需要有通行碼才可以瀏覽網頁 所以可以安心使用 而網站亦貼心地等訪客可以透過先人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去搜集紀念網頁 而在無盡思念網站上 仍有巨星的紀念網頁 相信是粉絲為了一同悼念巨星而設 其實拜祭先人最重要是有心 雖然現時未必能夠親身前去拜祭 但到疫情過後才去拜 相信先人都不會介意